奥曼娛乐大亨喜倪华的风流情史 相信大家都有素耳闻 先是正式陈慧玲和小三南北路几乎同时怀孕生女 后是正式提出离花喜倪华神经满流 原以为这场夺夫之战将就此落幕 浪子终将回归家庭 不料小三个浪子 北大没有斩断情思 半道三年报三 大游击腿正式之事 富豪们在外摘花蕴草的新闻 我们看过不少 只是像曼德鲁这样不惧世俗的眼光 为喜你花生下 而你一子还是一年生一个的 还真是不常见 难怪被称为地表最强小三 不过就目前来看 不管曼德鲁多么积极进去 要想踢走正式成为周他 似乎还是希望渺茫 相信上一次喜你花和正七的离婚闹剧 大家都还记得 本来喜你花在外偷情生词 就已经犯了婚姻大忌 后来他更是不顾正式的感受 在外面面前和小三 曼德鲁来了个世纪大牵手 接下正式也念进 时也感到心灰意冷 就像法院申请离婚 按理来说正式主动退让 小三应该欣喜若狂 但是喜你花是慌了 因为如果真的和正式离婚 就要分割一半的财产给正式 对财产上爱意的喜你花来说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力弊成衡之下 喜你花决定暂时回归好丈夫角色 晚回正式 为了让正式回心转意 喜你花可谓使出浑身解数 在生日会上对正式大唱 爱我别走 明确表态只有一个周态 被几足面子的正式不知是不是真被感动了 竟然就此撤销了离婚申请 但得到原谅的喜你花 却没有真心回归家庭 看着离婚炸弹 被自己顺利拆解 喜你花反而愈发 她平凡的合住在英国小三来往 于是后来了也就有了两人三年爆三的新闻 家中有正式 在外如小三 现在的喜你花 看似乐像其余人之福 其实却经常念临婚神伐束的窘境 就在2017年的圣诞节前夕 喜你花本来全家出洞前 往新西兰旅行 目的是为自己的父亲庆生 但是为了要在圣诞节陪曼迪罗喜你花 并没有和家人进行游玩 而是在中途抛下家人 前往马尔代夫和曼迪罗小兽假期 似乎还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 据说期间两人不惜拥抱 亲吻 过真是爱的吃产 只是又要给出时间陪伴家人 又不能忽视情人和孩子 还真是难为了喜你花啊 再怎么经历有限 为了讨好两边 也必须应称 不过别以为喜你花在圣诞节跑去和小三约会 就代表曼迪罗已经把正式配欧掉了 反而依旧在新西兰游玩的正式 恰恰证明了自己中泰的地位不可哈动 前面说到喜你花 一家到新西兰 是为了给他父亲庆生 在正式发出来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家人中唯独喜你花缺席 但是正式却站在公公旁边和小女儿开心的亲吻 场面看起来非常温馨 而这张照片恰好证明了正 是在周家的地位 他既是喜你花法定的妻子 又得到了家人 长辈的认可 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和周家人出游 而小三曼迪罗却连见周家人的资格都没有 甚至还曾被喜你花勒利不能探入港澳 相比之下 正式的地位可以比小三稳固得多 不过小八好奇的是 如果说正式之前对喜你花还有感情而选择不离婚 但在看到丈夫其实并非真心悔改 反而和小三越发难分难舍时 为何继续选择隐忍 明明之前他内谷依然选择和渣男离婚的勇气 才是最让人佩服的啊 不过富豪的婚戒总是加带着太多的利益关系 正式的隐忍或许是迫不得已 也或许是另有所谋 他会否继续捍卫自己的周太身份 小三又会不会突然上位 我们不得而知 恐怕连喜你花本人也无法预知这场狗血大剧的结局会是如何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